經營管理專家 可是你們任用了誰 我不清楚 這個是科技部在選派 行政院沒有經手 因為這個人非常敏感 他叫吳以南 他是宏基科技的關係企業 安基科技 目前擔任重要的職務 他是我以前同事 但是科技部邀他 我並不知道 好 你不知道 我可以相信你 你一定要講不知道 但是好 我相信你 我也希望台灣社會相信你 不是一定要講不知道 但是本席已經告訴你一個禮拜了 這件事情 我也在臉書不斷的說 監視不應該違法任用業界 那您今天 您還要堅持說 監視任用業界不違法嗎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剛才跟您報告說 人選的選定 我們行政院沒有經手 我在談法律啊 張院長 本席在談法律 來 看一下 董事跟監視的人選 明白 故意不列舉 你還認為合法嗎 想想看 國家的資安 由業者來接 委員我再跟您報告一次 董監視的選派是科技部的責任 我這邊沒有涉入 這個事情是你一手主管你是全國的資訊長 這個條例通過以後就讓科技部去做我怎麼可能管到那麼細呢 好你不管可以我現在問你因為你畢竟你你你你你做一天和尚壯一天中你還是我們國家的資訊長 那你認為這樣合理嗎合法嗎 我現在問你啊我現在都問你你現在怎麼想嗎 你不要說過去 您說如果有董監視人選不適當的話科技部應該去調整 制度的設計高度的不合理 而且這是機敏業務 甚至於我們都要通過很多作業的準則 作業的準則完全還沒有開始 甚至於應該要通過國家資安工作人員的安全查核辦法 也都還沒有 而且你們竟然讓技福中心團進團出 97個人全部移過來新瓶裝舊舊 這是一個多麼嚴重的問題 技福中心團進團出沒有什麼錯啊 好謝謝國安委員 謝謝張院長 現在請政委員保清 質詢 詢答時間15分鐘 請張院長跟交通部 陳部 張院長 陳部長